1982年7月11号早上9点多 在西安市康复路北口西侧 人群中都在呼喊 救人啊 掏风的老汉掉进凤池了 这个时候 第四军医大学 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大三学生张华 在脱下军装后 毫不犹豫跳进凤池救人 就在他拉起老人的一瞬间 他却被凤池熏昏 和老人一同跌入凤池中 之后等救援人员将起捞起时 张华已经失去了生命 年仅24岁 从此 这个为救69岁掏风老人的张华 成为了四一大的英雄人物 也成为了全国人民心中的革命烈士 如今距离张华去世 已经41年了 本期最人五级 就打大家缅花张华的英雄事迹 1958年10月 张华出生于黑龙江省吉西市 虎林县的一个军人家庭里 父母都是革命军人 也是我党党员 张华兄弟姐妹四人 他排行老二 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那时候 大家的生活方式很单一 每天晚上 父母就会给儿女们 讲述当兵的日子 讲述雷锋的故事 正是在父母的熏陶下 张华从小就要立志参军 并以雷锋做榜样 成为无私奉献的人 有了志向后 张华便在学习中下苦 1975年 张华高中毕业 那时候高考还没有恢复 张华一个高中生 就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 他紧跟国家政策 成为了下乡知青 就这样 17岁的张华 到了离家200公里以外的 姚河县农机知青点插队 插队时 张华表现优秀 不到一年时间 就成为了农场的团之书 但他深入工作一线 和大家一起在田间劳作 1977年 19岁的张华选择了参军入伍 对于他来说 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这让他非常光荣 在部队里 经过了短暂的新兵集训后 张华成为了一名散兵 这是一个要求胆量和能力的兵种 对于散兵来说 第一次跳伞 无疑是自己内心的大挑战 一般老兵都会在身后安慰新兵 再他们跳出去推他们一把 但这样的动作 在张华看来有些多余 他认为这样跳伞有些不光彩 所以张华第一次跳伞时 毫不犹豫地跳了出去 并安稳地在规定地点落地 张华训练刻苦 在部队里他总要争先 在得知高考恢复后 张华有了新想法 除了训练外 他又重试课本 开始努力学习 为的就是参加高考 成为一名大学生 那个年代 对于成为大学生这件事 大家都不太青睐 毕竟很多人更愿意成为中专生 又或者是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对于张华的行为 班里的战友也不解 但张华却跟战友们解释道 我报考大学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工作 1979年7月7号 即将年满21岁的张华 参加了高考 最终他以沈阳军区 空军系统第一名的成绩 被位于西安的解放军 第四军医大学 医学系录取 张华考上大学的消息 很快传回了家乡 全家人都为他感到自豪 就这样 张华来到了第四军医大学报道 在大学里 张华学习认真 和其他从高中上来的同学相比 张华年龄偏大 他总把同学们当作弟弟妹妹一样 尽量帮助同学们 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问题 1979年8月25号 张华成功获批加入了我党 这对于他来说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当天晚上 张华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只要党的事也需要 我将誓死如归 1981年放暑假时 张华回到了老家 这个时候 家乡正遇上多年罕见的洪水 张华家受灾严重 这个时候 张华没有着急回家 而是到村头帮助哪些 困在洪水中的村民们转移 在他的帮助下 有四人得以保全生命 这些在张华看来 微不足道的事情 却被村民们记忆犹新 张华牺牲时 这些故事才被报道了出来 1982年7月11号 此时暑假已经到来 张华也打算回到老家 当天一大早 他就去了学校附近的康复路 在这里给弟弟妹妹 卖了一件尼龙衫和衬衫 考虑到衬衫不太合身 他又带着衬衫来到康复路 北口西侧 在这里的裁缝店里修改衬衫 大约早上九点多 就在他等待裁缝修改衣服时 周围人忽然大声呼喊了起来 救人啊 掏风的老汉掉进凤池了 张华听到了呼喊声 身着一身军撞了他 连忙起身查看 原来是一位老人掉入粪池中 老人名叫魏志德 是西安市坝桥区新筑公社的一名社员 魏志德就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农民 辛苦种田一辈子 事发时 他已经69岁了 是公共厕所的清洁工人 当天早上 魏志德来到公侧边 发现管道堵塞 他俯身打算疏通管道 但因为没有穿戴任何护具 他在蹲下后不久 便被沼气熏晕 然后一头栽进了凤池中 七月份的西安虽然是清晨 但气温已经达到了36度左右 魏志德掉下去后 虽然市民们都在喊救命 但没有一个人敢靠前 因为味道实在是太臭了 但是张华在听到呼救后 他二话不说便来到跟前查看情况 他发现这个凤池大概有十几平米 开口是边长不到70厘米的正方形 张华没有丝毫犹豫 他摘下军帽脱下军上衣 然后沿着梯子俯身下去 进入了三米深的凤池中 此时张华发现 掉入凤池中的69岁老人 魏志德还有呼吸 他大声呼喊道 人还活着快放绳子 周围人这才行动起来 找绳子扶梯子 在张华的感染下 大家似乎也忘却了凤池巨大的臭味 人们将绳子找来后 张华已经将老人抱起 打算将老人绑在绳子上拉上去 然后自己再爬梯子上去 可是就在这时候 张华居然晕倒了 他和老人一起摔进了凤池中 原来张华也因为长时间处于凤池中 导致沼气中毒 张华和老人晕倒后 周围的群众连忙报警 几名群众冒险下去 将张华和老人打捞了上来 虽然群众很快就清洗掉了张华身上的粪便 还将其送进了西京医院抢救 但张华最终还是没能被抢救过来 就这样 年仅24岁的张华失去了生命 这四一大距离西京医院 有十几公里的路程 当张华牺牲的消息传到学校时 已经是中午了 平时和张华要号的同学们 都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他们的心情非常沉重 到了下午 同学们自发到校园里悼念张华 他们举黑板写着 沉痛悼念张华同志 当时四一大本来想低调处理这件事 但学校的学生们却都自发出门悼念张华 大家纷纷要求学校给张华举办追悼会 几天后 兰州军区获写了张华牺牲的消息 并最终决定将张华处理成一个典型 随后四一大决定 给张华追击一等功 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1982年8月5号 光明日报率先报道了张华的事迹 之后多家媒体相继 刊登了张华的英勇事迹 张华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多地多部门呼吁向张华学习 而在张华被称赞的同时 另外一种声音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不少人看来 24岁的大学生张华 本应该有光明的前途 可以为国家做更多更大的贡献 但他却为了救助69岁掏凤老人 而失去生命 实在有些不知道 也有些冲动 但笔者认为 张华在救人的那一刻 并没有来得及考虑后果 他只是不忍心一个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倒下 他认为自己可以救起老人 事实上 张华就是一个为了他人 可以舍弃生命的人 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活着就要为人民群众解除痛苦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事实上 单纯拿生命的意义来讲 每个人都是相同的 人的生命没有贵减之分 大学生和老农民的生命价值都一样 更何况张华的牺牲 也对后来人影响非常大 他留下来的张华精神 至今也影响了一代人 影响了第四军医大学 2015年3月31号 张华猎士的骨灰被送回到了黑龙江省七台河猎士陵园里 让张华重归故里 这是张华家人的祈愿 因为当时张华年过80岁的父母都住在七台河市 他们希望儿子能离自己近一点 如今距离张华去世已经过去了快41年了 张华这个名字对于四一大的全体师生来说 一点也不陌生 张华生前所在的班级 在他牺牲后就被命名为了张华班 至今仍然在招生 张华生前穿过的军服鞋帽 使用过的听诊器等 也被陈列在了四一大的校使馆里 张华猎士的雕像 目前就在第四军医大校园内陈设 每年四一大新生入学后 都会聆听张华精神 也要到张华雕像前举行宣誓仪式